對啦 一樣啦 要畫山 對啊 你畫山他在動作不一樣 李委員很敏感啦 來 陳超明 請就座 好 我們第十一條 來 大家看一下 也對 李俊逸啊 在哪裡 好 這個我說明一下 這一條就是 把選舉可以宣傳這個部分加進去啦 簡單講是這樣 選舉法令 選舉法令 選舉法令就再加個 第六款 我看第一項第六款 我看第二項 第六款 在 第幾月 第四月 第四月就是 選舉法令之宣導嘛 就是把罷免的法令宣導 罷免加進去啦 簡單講就是選舉 這個罷免可以宣傳 列在裡面 各位有沒有意見 來 沒有表示意見嗎 沒有 因為這個 就是這個對 中選會沒有意見 就是現有的委員的提案裡面 我們沒有表示意見了 我們就沒有列在我們這個表裡面 好 他們沒有意見了 好 那 大家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沒有意見 我們第十一條 就按照 時代力量的版本 有沒有意見 沒有我們就按照時代力量的版本通過 來 來第三章的張明 接下來第三章的 在第四頁 比較慢來的委員 再跟各位報告一下 第三章 沒有問題 沒有啦 好 張明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 李俊逸委員的版本通過 好 第幾 第六節的節明 也沒有問題 也沒有意見嘛 好 我們就按照李俊逸委員的版本通過 修正意見通過 來 接下來是第四十條 這個 這個 候選人嘛 這個 第四十條第一項的 第一項 候選 現在因為增加 罷免嘛 所以公職人員選舉 競選 極罷免活動 一 怎麼樣下列這些 對 時間都一樣啦 跟選舉的時間一樣 跟選舉的時間一樣 沒有啦 這跟選舉的時間一樣啦 沒有啦 選舉的時候早上七點鐘有沒有 要拿著麥克風然後到處去跑 結果很多人都跟我們抗議啊 對啊 所以我說這個七點鐘 實在是 走是沒關係 但是因為規定七點可以的話 我們就變成可以用麥克風 就可以用那個大宣傳車 所以那個宣傳車出去就常被罵 尤其是我們站在那個路口有沒有 然後廣播說 賴偉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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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偉人在這裡怎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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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那現在常備 這齁 這年輕人 晚上十二點還沒睡 老火啊 晚上九點就睡 來來來 不過今天齁 我還是認為 其實法治法有必要啦 因為我們照樣在做 至少說那個時間點 你那會不會吵到人 那個是 選民會不會支持你 搞不好 你聲音太大 那一票反 我沒有意見齁 我就祭祝你 用這樣後來就好處 不要讓你在那裡走的時候 你這個違法的還沒結束 沒關係 因為這是一段時間 我們選機都選了那麼久 這個行之有年 大家也沒有 過去也沒有在討論說怎麼樣 偶爾有人會抗議 但是這個還是要 對 還好啦 來 部長 那個第二項齁 前面因為已經 前面都講 競選及罷免活動 那所以後面那個字 是不是也配合要更改 就齊美日競選 齊美日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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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 我們就按照這個 剛剛內政部所提的修正意見 齊美日競選 齊美日足 齊美日競選 齊美日競選 已範 veel 即罷免三個字加進去 各位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按照修正意見通過 來接下來 42條 本席想了解 其他的國家能不能請中選會提供給我 其他的國家在罷免經費上 他們怎麼規範 跟罷免的 他們怎麼樣能夠 從什麼 你看一下那個 國警文大署長 跟委員報告 那個 美國它是所謂的 recore election 它是罷免部分的州 也不是全部 罷免跟選舉同時舉行的 所以 所以你是被罷免人 跟你那個選舉他同時舉行 換句話說你罷免通過的話 他這個選舉出來的人就 無縫接軌 這個是一種情況 你如果罷免沒通過 那就是這個選舉就無效 這是一種情況 它是混在一塊的 哪幾個州 那個大概有二分之一以上有罷免的 這個州 這個 詳細我們沒有 我們只知道大概情況是這樣 那另外還有一些這個是分開來辦 分開來辦 那他們的整個的政治活動經費都是特別法 包括我們這個政治獻金法 它就是用特別法去規範 沒有區分 你這是公投的經費 你是罷免的經費 你是選舉的經費 你是選舉的經費 所以他們有在認為 在做特別的規範 其他國家也 在罷免的制度 我們蒐集到的這個 並不是很多 所以罷免這個部分的 那個中協會的部分 請主委 就你的了解 其他的國家的狀況 其他的國家 因為它就是美國的部分州而已 那其他的州 我們也不知道 是哪幾個州 我覺得還是要讓我們知道 因為關於罷免這方面的法制 真的是很少 很少 世界罷免的法制非常少 很少 那有哪幾個國家有 那個黃委員 我幫忙說明一下 黃委員 我幫忙說明一下 現在很多民主先進國家 都比較少用罷免 他都用定期式的更選 也就是他的期限會越來越短 比如說美國的眾議員 他是兩年就選一次 所以他們罷免的部分 其實規定的很少 那美國也只剩少數周 還有罷免這件事情 那其他先進國家 比較少用罷免這個概念 其他民主先進國家 很少用罷免這個概念 所以反而是選舉比較重要 那我們之所以罷免會受重視 是因為我們沒有任何的退場機制 我們沒有任何退場機制 那加上我們過去 確實有一些委員 有傑出的表現 所以罷免這件事 才會被提出來 那我們認為說罷免這個事 我們就照原來的規定 該怎麼規定就怎麼規定 全世界的國家裡面的罷免機制 不是那麼多的話 怎麼樣 你要說明嗎 我們是有收集一些各國的這個案例 日本他是罷免只有地方公職而已 但是他有議會的所謂集體罷免制度 韓國他有包括總統跟地方人員都有 全屬於議員 奧地利是僅限總統可以罷免 剛剛我們處長講的這些 大部分是聯邦國家 那聯邦國家因為選舉大概都是在幫這個層級 那各幫的規定會不一樣 就非常的凌亂 好 那個我跟各位委員建議一下 是不是這樣 因為這個罷免是在我們的憲法 所規定人民的權利事項之一 所以這個罷免在我國 這個是這個權利是很清楚 我們今天在處理的 我看各位委員的提案都是在於 簡單講就是在於降低罷免門檻 然後這個讓罷免活動 這個的整個進行一些程序性的一些規範 所以這個罷免這個部分的這個爭議 當然這個可能這個以後是不是在 我們台灣也是很小嘛 這個有的可能也涉及到說修憲的問題 那說這個罷免權利要怎麼 是不罷免或者是什麼 這個大概就不是我們今天在處理的範圍 所以我建議是不是大家就文字的這個部分 李軍藝委員的修正意見就是把這個 原來的我們選舉可以擴除 這個作為中的所得稅 列舉擴除爾 現在把罷免是不是可以把它列為列舉擴除爾 這個事項我們來進行討論 那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有一點爭議 因為我們選舉的時候是我們自己去參加選舉 所以是我們選舉人可以在這個 這個那個什麼納稅的這個中和所得稅上去做 扣除爾 是這樣嘛那個財政部 是是這樣嘛對不對 就是我們選舉人可以在我們的這個 競選經費就是支出的部分可以在那個中和所得稅上 去扣除嘛對不對 你拿麥克風好不好 然後現在我看李軍藝委員所提的就是說 要把罷免的支出也納入中和所得稅的支出爾 那這個罷免人就是例如說被罷免人跟罷免人 其實是不一樣的對不對 應該是不一樣 那這個中和所得稅我們要怎麼扣 就是說我們現在的那個如果是候選人的話 是他自己實際支出的競選經費的部分 解除到減掉那個收到政治獻金 如果還有剩的部分是可以拿來做中所稅的一個 競選經費的一個列舉扣除嘛 那現在李委員這邊的話 他是針對被罷免的這個公職人員 以及這個領銜人 他因為這個罷免活動的支出呢 他也要比照這個候選人的競選經費 拿來抵中所稅 那這邊財政部是有一些 有一些意見補充 就是說因為其實罷免投票 我們說他主要的目的是要讓這個 被罷免的這個公職人員去職嘛 那我們現行對這個候選人的競選經費 提供租稅優惠呢 其實主要的目的是說 我們希望這些財力不足的候選人能夠去參選 那基本上這兩種性質本來就不是那麼一樣嘛 那既然我們認為是說政府是不需要過度去干預 或者是介入罷免活動 然後也不給他所謂的一個競選經費的一個補助機制 那麼似乎好像政府也沒有必要另外再用稅收的方式 也就是所謂的稅事支出來補貼這個領銜人跟被罷免人的一個必要喔 那況且呢 現行的這個候選人競選經費扣除所得稅呢 基本上他要受到政治獻金法 有關要去設立帳簿 要製作會計報告書 然後還要申報監察院去申報查核等等 這些比較一個嚴謹的一個規範 那目前選罷法其實對於罷免活動的這樣一個範圍 支出項目領銜人跟被罷免人的這樣的一個支出的認定 其實目前都沒有一個完整的一個監督 或者是一個省認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如果提供給他住稅優惠 恐怕會造成我們後續增大雙方非常大的一個爭議 甚至可能有一些申報腐爛的問題 比如說我把個人的消費支出啦 或者是不是領銜人或被罷免人 他實際負擔的支出也都拿來抵稅這樣的一個問題喔 所以在沒有相關配套措施之前 其實去提供這樣的一個租稅優惠 是要省慎去考量的 那更何況呢我們現行中所稅的扣除了呢 除了為了達成特定目的以外 其實我們還要去考慮到公平面還有稅收面的一個問題 我們要適度去維持整個中所稅的一個量能課稅的精神喔 所以我們這個案子是不是能夠請這個內政部 可不可以再就整個政策的實施效益 以及可能產生的稅收損失 來做一個比較詳細的一個成本效益分析以後 再來通盤來省慎考量 胡說八道 胡說八道什麼 啊被罷免人 選舉人假如有錢沒錢對不對 啊你被罷免人有錢沒錢 他會說這個人選舉了他就變有錢 對不對也是沒錢啊 對不對 所以 罷免人是同樣的規定嘛 啊領選人同樣他武器應該是要對等啊 對不對 對因為我們現在在爭議的是什麼 在爭議說他這一筆的這個支出 跟我們說的 你有政治現金的人都沒錢嘛 你沒錢的時候你不可以自己拿錢出來再選 對不對 你是為你的康帝拿錢出來選嘛 還是你為你的康帝拿錢出來把辯嘛 所以爭執的點是什麼 爭執的點是說 這一筆的這個金額或預算的支出 是不是符合公益性質嘛 他想要符合公益性質 我們立法者要去全衡說 那這個公益性質是不是在他的所得稅的扣除額裡面 我們要把它列進去 問題是在這裡 啊國庫支出是國庫支出另外一件事情啊 不然你否則每一個人選舉 一次選一個立委都五、六個在選 對不對 你所造成的稅損都會比一個單純的罷免來得高啊 所以這個 相對整體的競選活動來講 罷免的這個活動的支出不多啦 坦白講 不然每個人都在我們罷免耶 所以還有什麼什麼成本分析報告 那麼簡單的事情 那麼簡單的事情 開什麼玩笑 這個是你們財政部開會討論的嗎 請那個中選會說明啦 那個我看中選會 財政部在開什麼玩笑 你提你的意見你有沒有做過評估 那你就把數字送來 說這樣國家的稅損多少 不要信口開合 報告委員喔 我們剛剛是說 有關這一塊的一個效益 跟可能產生的稅收損失 因為我們目前其實 目前這一塊都是還蠻空的 其實這部分的稅收 要必須要整個確定 我們才有辦法去做估算啦 對 那因為目前以中選會的版本 他是用這個最高競選經費的一個範圍內 減掉就是實際的支出 在這個最高的競選範圍內 那目前我們去看 如果是立法委員的競選經費 其實有高達一兩千萬元左右 等於是這是最高的一個上限啦 對 那你以上次為例 格蘭委活動 這樣國家稅損多少 你一個數字給我 蛤多少 上次五位還六位格蘭委 這樣六個的話 那一個委員 他這樣的活動 預算多少 財政部的 你的稅損多少 不是我問你嗎 你剛剛不是要叫人家算說 你會有稅損嗎 請中選會說明 這個部分我們比較沒有詳細去做分析的 主要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罷免案確實數量不多啦 成立的案子更少啦 那另外因為我們在這個地方 其實列到那個扣底的那個部分呢 要在那個最高選舉經費底下 再扣除他的得到的現金 所以那個數字其實應該是蠻有限的 所以我們對這個條文比較沒有其他的意見 謝謝 你們有去了解這個到底 在其他的國家 有做這樣子的一個稅損的扣除嗎 只有兩個國家我們有查到啦 一個是澳洲另外一個國家忘記了 那澳洲他是說政黨給政黨這個 百分之三 得票百分之三捐給他的 是可以 是繳回來是不是 就是 就是有關於免稅的部分啦 現在只查到因為資料很少 就政黨的百分之三再繳回來 如果被罷免的話是這樣嗎 罷免的都沒有 完全沒有嗎 沒有相關資料都是選舉的 好 來我說明一下啦 選舉跟罷免本來就是相對的概念 所以我這裡為什麼特別寫這樣的條文 就是選舉可以有這樣為什麼罷免不行 而且罷免要提出來其實都經過非常審慎的思考 而且從過去的例子來看的話 罷免的次數並不多 那不要讓提出罷免的人他自己還要去負擔這麼多 然後所以給他提供一點所謂免稅的這個額度 那這個其實剛剛那個處長也有講 這個在澳洲 其實我如果印象沒有錯在韓國也有同樣的例子 他只是選舉罷免都是人民的權利嘛 那選舉有那罷免也要有 就是這麼簡單嘛 那罷免用的次數其實很少 這個也無所謂稅收減免 就是會減損我們的稅收的問題 額度而已嘛 但是現在問題是我們在選舉的時候 有規定一個最高支出額嘛 好像立法委員他規定多少錢 按照人數人口比例等等嘛 然後才有我們在這個申報上 就是稅金要怎麼扣除的問題嘛 那現在如果罷免你這個錢要怎麼算 請中協會說明好不好 我們我們的原來考的標準就是原來公告的那個選舉的 選舉經費的標準啊 就是罷免也比照那個 但是你罷免的話 你那個人口數跟你選舉的時間是不一樣的 時間是不一樣的人口也不一樣啊 對啊 政治現金的話有可能也要改啊 他沒有政治現金的問題啊 他根本沒有政治現金啊 我覺得這個是蠻有爭議的 非常有爭議 我來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這個其實不是 罷免這個部分也不是只有單純沒有政治現金的問題 這個跟選舉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地方 選完一票還有補30塊 那你這個罷免的部分基本都沒有補錢的問題 所以一部分我看不用這樣 不用這樣特別的價格 同樣的就是說 台灣本身修正的意義啊 可能就是讓整個 罷免權的一個形式啊 不像過去那樣 那麼樣的一個限縮了 所以這個部分啊 其實大家在提修正案的時候 是不是思考點不要去想到什麼碎損啊 公約 應該沒有這方面的問題 很難想像啦 很難想像啦 來那個陳昌明委員 其實這個問題啊 我一直在考慮 剛剛主席講 各欄委的活動 平良心講 我們很不贊成 是你們講的很贊成 如果提了罷免案的人 他現在負擔責任 因為我們 假設我們是被罷免的人 這引起很多的問題 今天 執政已經改了 隨時大家都可以發動 反而你們難發動 大家好好去深思這個問題 至於罷免案 他有軍委的先祝的支持 但是 這種被選舉被罷免的人 他是屬於被動的 提案罷免人是屬於主動激集的 在這裏真的要去深思熟慮這個問題 今天你們贊成 明天搞不好 你們就是在這樣的地位 換大家來發動罷免 我是講實際的情形 因為我們看得太了解啦 不知道你們那麼厲害 用這招來頂到頭打 打到那裡都算了 我是講真的話 真的去考慮這樣的情形 那你們要通過 我是覺得齁 那個黃沙瑋給他們通過 越寬越好嘛 以前我們有受限 還要求我們支持要穩定 大家要怎麼來做 你就幫我開 沒有啦 委員 我沒有這個意思啦 我是覺得說 因為你這個我們選舉的時候 有這個算那個 包括陣線 包括我們還要做很多的這個 財務的那些報表 都要做 做到會分離就對了 那你罷免當然也要做啊 對不對 你不做的話也不行 但是問題是 我們選舉的時候 是我們選舉人要做呢 那被罷免的人 是要叫誰做啊 那提案的 但是領選人做的時候 領選人如果在 因為 我們在選舉人 我們在做的每一件事情 的謹慎度跟小心度 是相對的增高 因為我們自己在選舉 你可能不能算過 你用部分區的嘛 所以包括 欸每一個便當什麼錢 我們都 都算得很清楚 那不是說 隨便拿一個東西 就可以來做這個 做這個 包括說文宣不能超過多少錢 什麼 他都有規定 規定得很清楚 所以你這樣子相對來講 我覺得 這個可能會製造蠻多 我也同意這個 陳委員的 講的啦 現在領利弘罷免 更領利金比較多 南京相對 這是一定的 因為以前南京比較多嘛 現在利金比較多 但是 但是我們在弄法案 我們還是不能有這個觀念 我們還是要把它 每一個案子在做的過程當中 比較周延 所以我們能認請部長說明啊 我想這個 提這個案子的目的 大概也是說 因為我們 憲法有釋權嘛 那你這個罷免的權 是不是也能夠適度的鼓勵啦 那這個出發點大概在這裡 那麼 但是在務實面上來講 我提供給大家參考 第一個 選舉我們為什麼會給他有一些優惠 只要是我們希望 有一些 財力比較好的 希望他能夠 出來為公職 來服務公職 來鼓勵他來服務公職 那罷免的話呢 那 所以我們對於他前免的稅 或者給他補助 都是針對那個候選人 那麼 將來如果罷免的是 因為他是領銜人 他其實罷免的不是只有一個人要提出來罷免 是他領銜以外還有 一個數量的人 所以你這裡所謂講說他 支出的費用 那如果是免所得稅 是免那個領銜人 還是免所有的領銜人 因為領銜人都也會可能 組織一個team 來參與這樣的一個罷免活動 那這些經費 是免誰的 可能在務實面上也要考慮到這一方面 那這個用意 跟當時減免的時候 是考慮到說要 讓賢能的人也願意來服務公職 是有點不一樣 那我想 這個我把這個 從這個執行面上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我們對這個尊重大家的討論 這個我說明一下 李俊玉委員的版本 在最後一項 他的支出 他有一個起算時間 他的支出 什麼時候的支出 可以算在裡面 他是從罷免案提出 這次才開始算 對 他不是說 從領銜人 開始在連署的時候 就開始算了 他是已經連署完 開始要競選活動之前 對 我正說領銜人 領銜人跟被罷免都一樣 對 但是領銜人 所有的開銷 不是領銜人 他的開銷 這個我實際在做的時候 絕對不會是領銜人在負責 因為選舉的時候 你有一個對象 就是我要選的 所以 所有的支出 收入都是以我為中心 但是 這個罷免的時候 是不是就是以領銜人為 為中心 這個就是將來 是要討論的 我覺得要討論 要不然的話 就是 他 那個黃委員要發言嘛 對不對 來來來 麥克風 那個雅芬來一下 雅芬來一下 雅芬 對於李委員 所提的這個案子 基本上 採取贊成 的立場 理由很簡單啊 我倒不認為說 就選舉權 還是罷免權 都是憲法上面 賦予人民直接權利 在這件事情上面 應該要區別對待 那至於說 哪一個黨派的誰 未來會不會可能被罷免 完全不是在 這個法案 討論的事項當中 需要考慮的事項 其實相關的法言 根本都不必要 予以考慮 因為根本就不是這個法案 實質討論的事項 那不過 部長剛剛講一件事情 我覺得倒是我們在 看這個條文的時候 可以進一步研究一下 就是說 我不曉得 我想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 針對於罷免的活動 那 提出經費去支持 這個罷免活動 推展的人 他在目前的現行法令上面 就 他所支出的 或者是贊助的費用 有關於所得稅 或者是相關稅額 扣除或減免的優惠嗎 我們現行在租稅優惠的部分 只有針對候選人自己本身 以及捐給領參選人的部分 有在稅上的一個優惠 那被罷免的部分目前是沒有 那其實我們有去捨為一些國家 其實也沒有看到有關 有關這一塊罷免的一個 一個 租稅的一個扣除的規定 沒有啦 就有關於罷免的部分 是不是有租稅優惠的規定 其他國家立法力上是怎麼樣 我尊重你剛剛的發言 但是卻如你所講的那個規範內容 是這個樣子 恐怕我們還有必要進一步後續的討論 我剛剛發言的重點是說 針對李委員他所提案修正的這個方向 我基本上是贊成的 那第二個部分是針對部長剛剛所講的 恐怕不應該只限於領選人 如果說我今天為了要去贊助一個罷免活動的推廣 那我在整個罷免活動當中 我做了一些捐獻的話 我想不到有什麼樣的理由說 我捐錢給人家去選舉 可以作為稅額扣免的事由 但是我捐錢給人家去推動罷免 不可以作為稅額減免的事由 也就是說區別對待實質的正當性考慮是什麼 就這個區別對待實質的正當性考慮是什麼 是不是可以請一下我們那個劉主委 你的學識大家都很敬仰 那些政治上面不必要的考慮就不要再討論了 我們完全從學理上面來看的話 有區別對待的正當性基礎嗎 謝謝王委員 這個部分我想就是說 捐獻的人這個應該是在財稅法規裡面去捐獻 我們那個選舉的那個扣底 那個也是在財稅法規裡面捐獻 在選辦法裡面其實是針對那個 就是參與這個競選活動 我們先不用管刑事上面的法規規定在哪裡嗎 剛剛那個財稅人員他們已經表示他們的意見嗎 我現在純粹的是 從 憲法直接民權的角度也好 從政治學學理上面的角度也好 在財稅上面這樣子的區別對待 它的正當性基礎在哪裡 我想要請教一下劉主委的高見 我想在這個地方考慮到就是說 要給那個賦稅的扣底這個部分 我覺得是合理的啦 只是說在於制度上的規劃 我想可能是要從那個政治獻金那個部分 去做一些很平的考量 所以主委的態度是說 您也覺得不應該區別對待嗎 那只是說在刑事的法規上面 我們到底是要規定在這個法 規定在政治獻金法還是其他的法律當中 可以再進一步討論 您的意思是這樣子嗎 主席 來來來來 我想在黃委員的這個法言的基礎下 我講 基本上大家要鼓勵說 有一個平等的對待 對這些提案來代言 我想這樣的方向也許是 大家可以來討論接受 但是 剛才我想就是說實務上來講 除了領先人還有其他的人會有支出 那我們要不要給他 包括你剛才講的政治獻金的人 要不要可以扣除 另外就是被罷免的人 被罷免的人我想 他也要 你要殺掉他 董事長讓他挨一下吧 所以他可能 這個也可以接受正式獻金 也可以不可以 來 列級扣除 這個我想應該要整套的 這樣才會完整啊 否則的話 你就是還是 從只有提案人這個角度來看嘛 好 那個 各位委員 這個我再說明一下 那個李軍委員 提案的委員 那個政治獻金法 他會規範這些 這個競選經費的 這個募集啊 使用 這個是在政治獻金法的規範 這個沒有在選擇法的規範 所以 罷免的募款 什麼抵稅 什麼這個是在其他法令規定 沒有在我們這個選擇法規定 那那個我們要同步在配套修法 所以我們今天 是修選擇法 我是建議說我們選擇法把它看完 那大家要去對照政治獻金法 未來要怎麼修 或者是以後 我們要做怎麼樣的一個修正 那個是在以後的法令去做處理 所以我們今天只處理選擇法的部分 那 42條的爭議 我看大概現在行政部門 他的經驗 跟我們幾位都身經百戰的 我們的委員同仁 這個現在大概 這個還有我們這個時代力量的 罷免的經驗 這個大概就是在這個支出什麼時候起算時間 我看大概是這個時間 這個假如你比較定的比較早 那就是其他人都會進來嘛 對不對 除了領先人或者是其他人 因為領先人也不見得是一個嘛 有規定是一個嗎 一個 好 好 那 那這個 陳衛仁部長的意見是說 那是不是其他人要進來 看起來他是比較 其他人要進來寫在上台的 阿南選舉 依然人爸爸規範 其實對罷免的這個概念 有一個比較明確的一個 一個描述而已 因為過去對罷免的是完全沒有規範 所以我寫這個部分 其實就是說 罷免應該跟選舉是一樣的 他如果選舉有什麼 罷免就應該有什麼 那如果涉及政治現金的部分 要不要 未來要不要開帳戶的部分 那個我們可以規範在政治現金法裡面 阿所以其實概念上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起算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起算就是 他的哪一些活動的 哪一個時間開始算的活動 可以列入我們扣除耳的對象 提出是 提議人 只要開始連署就算嗎 阿李委員 來來來 劉主委 好那個 那個關於那個李委員原來的 提議 那個提案 我們有建議啦 條文 我想請大家參考那個 中選委提出的意見第42條 第42條 其實在於 最後面那個地方 前二項 就是這應該是第三項吧 才第二項 在第三項講說 前二項所稱之 之出指 自選舉公告發布後 罷免案 提出之日起 自投票日後 三十內後 罷免案宣告 不成立之日 阿提出是當時 提出是開始 提議 就是上來選委 我會開始 只要他提議書就算了嗎 不是 他要上來 提案上來是2%以後了嘛 兩個percent以後了嘛 應該是嘛 對啊 怎麼算提出嘛 提議人 提議人 因為原選區 選舉人總數2%以上 所以假如是 40萬 選舉人他40萬 選舉人他40萬 三民股40萬 市議員 那些都做這個 這個齁 跟各位提醒一下 審查這個案的時候 要注意到 這個不是只有立委選舉而已 這個包括里長選舉都算在裡面 以後用的比較多的是 會在這種地方的選舉 會比較多 你不能說 剛才立委在罷免 你的地方 大家在地方都知道 地方的狀況是什麼 對 我還是給大家提醒一下 我 主席 我再講一下 主席 關於那個起始的日子 我們可不可以這樣 因為原來的條文 79條 有規定那個罷免案的成立 那辦門案成立裡面 我們講這個起點 起點可能是從那個 因為我們要 他提議的時候 我們符合這個案子的話 我們要通知他領取 連署人的名測格式 我們就從那個領取 他領取的時候 開始起算 這樣才是 因為他領取的時候 才是真的 開始正式的活動嘛 他前面的那種很小規模的 我想那個 是比較 對那個獅子的影響比較小 而且這個日子的 那個時間的起算 對提起的人來 可能也比較 有利一點啦 是不是 我們可以用那個 79條的那個 那個起點 從他領取 領取連署人名測 格式開始 這是起 這樣子 那文字我們再整理 對 79條的第二項 所以這個連署 是已經提議之後 對不對 也是提議之後 就是2%以後的事情 你提議人要2% 前項提議人數 因為原選舉 選舉總人數 這樣要跳 對對對 2%以後的事情 好 各位委員 來 我沒有 來 就是 我想珍貴這42條 其實我剛才聽總選會在報告 你們那個 李軍力委員提的 你們完全都支持 我看 對嘛 你們沒有意見 所以你們完全 你們只是在裡面 又增加了 欸 在後面又增加了 如委宣告成立 之罷免案 則延長自投票日後 30日內 你們就只是在李軍力委員裡面 再加這一個嘛 所以 主席 我認為說 中選會他如果沒有意見 他還增加這個 焦慮是免得過 沒有 這個我們 要做個紀錄啦 說所謂的 這個 選舉 這個罷免案提出 之日是指什麼 這個我們在會議上 我們要做個紀錄嘛 各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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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可以嗎 我們就按照這個 中選會的意見修正通過 有沒有意見 安芝 幫我主席 可以再 另外一個 就是文字的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地方 通通都用那個 這個地方用領銜人啦 那我們在 整個選辦法裡面 在很多地方 其實是用 提議人之領銜人 我們是希望 所有的條文 通通一致 要改成什麼 提議人之領銜人 因為提議人 可能是一群人啦 好 提議人之領銜人 提議人之領銜人 對對對 在所有條文裡面都這樣改啦 好 謝謝 各位有沒有意見 沒有 好 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中選會的修正 最後修正的文字意見通過 好 現在是45條 來 這個指示 來 各位有沒有意見 要不要請李委員說明一下 好 45條 假如沒有意見的話 我們按照李俊毅委員的版本通過 等一下 等一下 時代力量的在哪裡啊 幫我主席主席 45條我們有一點 建議啦 45條 45條 對對對 45條我們應該只是文字上 有一些小的調整而已啦 但我們覺得說 可能前後我們這樣子 這個對對對 比較 比較 順一點啦 比較順一點 是不是這樣比較 我不曉得那個李委員 這樣可不可以 對 45條 我們就支持後 支持後反對嘛 我們都把它改成雙方的這樣子 可以嗎 好 哪一個 可以 45條 45條裡面 他都說支持後反對 這樣 雙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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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方啦 你開始連署之後 人家用白費的人 就要開始 人家也要選團了 對 不是跟白費的人選團嘛 另外一方面也是可以選團 好 45條條 各位沒有意見 我們就按照中選會的修正意見 通過 49條 一樣啦齁 這個 注意看齁 注意看齁 要大家注意看齁 49條 49條 對 對對 嗯 嗯 那個 領閒人都改 提議人之領閒人啦齁 那個文字 等一下 我們議事件整理的時候 就都按照這個 這個體力 齁 修正 自己修正 齁 好 簡單講齁齁 李駿委員的部分齁 他就是 把 原來是選舉廣告 只有選舉嘛 他現在把罷免 加進去嘛 齁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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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宣示齁 齁 一些公平性的原則嘛 齁 齁 那特別包括這個 廣播媒體不規定要請上電視啦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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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意見我們就通過 來 50條 就是 來 中選會 幫我主席 各位委員 那個我們是建議那個應該是 要從那個罷免提議以後就開始算了 因為罷免提議以後 他就有一個立場在那個地方 那這時候 選務人員介入都是不適合的事情 所以我們建議從那個點開始算 好 這個時間中選會的辦法把它規定的比較明確 就是在提議以後 就是連署2%以後 主席 主席請教一下 主席 我請教一下 對中選會的這個修稿沒有意見 我的意見 我是請教一下說 因為競選它比較單純就是 兩兆或多兆之間的選舉 那現在罷免 因為前面有提到支持或反對 的部分的文字已經寫進去了 讓它比較明確 因為它不是兩個候選人或三個候選人 它是有點領先人代表的概念 所以它這裡的規範只有說 罷免宣傳有關這活動 會不會造成一個誤解 就是提案提議罷免的 它的相關活動 我們的公務人員 它有總理的問題 但是反對罷免的人 就是會不會就不受限制的問題 會不會有點保障到 就是被罷免人的這個問題 譬如說我是現任的公職 那我在進行 我當然反對我自己被罷免 那或者是我們舉辦了相當多的活動 那我用現任的優勢 那我請所有的這些公務人員 他必須要來參加我的相關活動 會不會在文藝上會不受限制這樣子 我先提出這問題 這個我解釋清楚 這個差異 跟我們說就是說 中央跟地方機關的 的態度 就說你 立委 你在那裡說說話 現在行政部問說 這樣我要來連署跟你罷免 這個問題 還是說 這個立委 跟地方政府不一樣 地方政府 這個地方政府 或者是對於這些民代 他可不可以 在連署的時候去 去 從事 任何罷免宣傳活動 我們禁止的時間 要從哪一個時間開始 是要給連署 提議2% 2%之前 如果沒有規定 如果叫中選會版本 是 2%之前可以 2%以後不行 跟我們說 李俊毅的版本 李俊毅的版本 是都不行 不是 這時間 我們說得好 看 我再說明一下 這時間我沒有什麼意見 就是 什麼罷免活動 這大家的時間說得好 看當時 這也好可憐 對 但是我說你管長 他也不管長 你本身還是縣 對啦 剛才我有詢問提案人 李俊毅委員 他是說 他這邊講的罷免活動 他當時提的原因就是說 不管是支持反對罷免的 都叫做罷免宣傳有關活動 這樣子 我其實我在意的是 界定其實是有問題的 例如說 縣長 我現在想罷免縣長 然後縣長又是當事人 可是我們這裡規定這樣子 我覺得也看不出來 我們能夠怎麼做 能不能請李俊毅委員說明一下 這個提案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認為這個 中央跟地方的各級公務人員 就是不得介入 就如此而已 就是 你有罷免活動 你也不能介入 你也不能介入說 好 這個縣長跟我沒有共同的 我一定要罷免 我也不能介入 共同的你也不能介入 都一樣 所以這只是限說 這個 公職人員 這個中央地方政府的公職人員 不得參與 罷免這件事情而已 來來來來 給參考 譬如說我們要罷免一個市長 說你這個政績很差 我們應該把你罷免 結果他就發動所有他的局處長 到處去說明 說他有多大的政績 那算不算 我講這個是 第二個 我們一般來講 你在機關裡面不可以去講 競選有關的事情 他本事就是現場 他一定是到處去講說 我證據多好多好 你們講的都不對 這個攻擊我都不對 那這個算不算 在機關裡面 這個會 我想 這個精神 我知道 李委員這個精神是很好的 就是基本上是規範 大家要比照選舉一樣要行政中立 但是因為 這個他是限制人員 在技術上來講 我不曉得 將來會不會有認定上的一些困難 這個 不得介入選舉 也不得介入 也不得介入罷免 一樣的概念而已 其實 剛剛李委員在講說 選舉的時候 選舉的時候 有很多的 其實也有 有規定 可是有很多的單位 都沒有執行 這是不真的事實 所以我們還有一個行政中立化 但是 罷免的時候 怎麼在行政中立化 這樣有問題 這樣有問題 好啦 保留啦 好不好 我跟他不一樣 我在請教他 我什麼差很多 我跟他不一樣 你跟他不一樣 我跟他不一樣 我跟他不一樣 整個群在這裡 很多爭議 而且爭議是沒有辦法用 蛤 對 第一個沒辦法執行 第二個是 這個爭議是沒有辦法去釐清的 對啊 那這個條文就有 這個爭議大家把它釐清一下 好不好 時間很長 這個爭議是很難釐清的 慢慢來 慢慢來 所以我們的正點是什麼 都沒有正點 就是很複雜 你就維持原條文 這個就可以不用把它規範在這裡 這條規範 我跟你說 你維持原條文就是可以選團 可以選團 地方政府可以選團 可以選團 地方政府可以選團 你如果維持原條文 李軍是說不能選團 主席 這樣有點一夜廢時啦 因為 中選會也沒有反對這個原因 內政部也沒有反對這個原因 那提案就不用講 那剛剛只是講到10點嘛 那10點我個人沒有意見 因為就是大家看從哪裡7點是合理 我剛剛的意見就是 只要跟前面中選會提出的建議 一樣文字就好了 就支持或反對罷免 宣傳有關的活動 或者是你認為這樣寫太多字了 你就在立法說明裡面把它講清楚 就是說 你不能反而變成 對 那個我沒有意見 我現在講10點 跟我們對於選舉後 罷免到底雙方都要有同樣的約束 這是兩回事 那10點我個人沒有意見 我現在只是意思是說 罷免這件事情是雙方的 那雙方剛才部長跟黃委員有提到說困難度 那我贊成李委員的說法 你現在的競選 就有相當的約束 我們比照辦理就好啦 因為他的提案人的原意是平等嘛 公平 那你不能因為為了複雜 結果你搞到後來把全篇都改了 這一條罷免不放進去怪怪的啦 不合理 那罷免我只是強調 不能照那個原意到最後反而限縮的是說 你要跟罷免的人 要數很多不可以選團不可以總理 結果跟罷免的人都沒關係 不可以這樣子而已 我的意思是這樣 看你要母法裡面寫清楚 還是你要在立法說明裡面做說明都可以這樣子 好 那個黃委員 那個黃委員 對 其實 對 那其實如果沒有規範也沒關係 那個 我們是不是請中選會 你在做說明 因為你跟我講說 這是違反行法 選報法是不是 是直接違反嗎 還是怎麼樣 如果選報法有規定 我覺得我們根本就不用在這裡規範啦 我覺得我們根本就不用在這裡規範啦